三毛说,朋友这种关系,最美在于锦上添花,最可贵,快在雪中送炭,朋友中的极品,便如好茶,淡而不色,清香淡不扑鼻,缓缓飘蓝,似水长流,所有的一切都刚刚好,才是朋友间最牢固的样子。 朋友就像人一弟,有真有假,一个真朋友,顶得起上百成仙的假交情,甚至还绰绰有余,有句话说得好,朋友不在于多,而在于真,什么是真朋友? 真朋友就是,你有拿起腰说一声,他都会积极的尽力帮你,你有苦愿意对他所说,他绝对会抽出时间听你唠叨,开解你,鼓励你,你有所成就了,他不会赶着恭维你,却打心眼里为你高兴,什么是假交情? 假交情就是,当面一套,背后一套,人前和你嬉笑言和,暗中对你诽谤攻击,你落难了,他躲着走,生怕你连累他,你找他帮忙,他有一百个借口推脱,你功成名就了,他能立马对你点头哈腰,生活中的磨难,就是朋友间的照妖镜,向来,人都是巨人之面不知心,谁真谁假, 一时三刻难以分辨,不愿意,坏那只情深,日久见人心,关键时刻,挺身而出的人,假不了,为那时刻,腿必三射的人,真不了,时间长了,是罗子是麻,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,曾经以为可以做一辈子的好朋友,结果却终突毁了人,曾经以为关系就这样吧,却不料走了一辈子, 认定一个朋友,很难,也很简单,知乎上有个朋友,分享了他的真实故事,抱年假回家乡,分别单独约了三个曾经挖的好的朋友出来吃顿饭,一个朋友家里有点小钱,前几年大学辍学后去当兵,退伍后开始搞生意,一开始停坎坷,压力大时,时常打电话给我, 而我给他解决解忧,力所能及的帮他,事业有点小成后,人高傲的就像是孔雀,相反,另外两个朋友,也混得比自己好,属于平时并没有什么交集,偶尔结家日问候问候,但从出来吃发到逛街到结束,从头到尾的话题,围绕着我俩一直在聊, 好久不见相聚甚欢,那问情,发自内心,能够深深的感受到心里去,这就是差别,相互间,没有虚伪,只有赤诚,没有怀疑,只有信任,没有施舍,只有帮助,没有鄙视,只有尊重。 这一生,我们会认识很多人,但不一定所有人都能深交,交朋友,讲究的不是名利财富,而是有情有义,讲究的不是情影不离,而是心里有你,是件最美好的事情,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底都很正直的朋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